哈囉,大家好,我是遊戲狂人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70級的主線任務 這個主線任務,前面幾關還算好打 那相對的最後兩關會比較困難一點 狂人今天教大家怎麼樣可以比較容易打過這個關卡 首先在陣型選擇方面,你可以選擇異位陣型 來打最後兩關 第二個呢,你的隊伍其實只要四個人就好了 那隊長要擺上一隻馬卡羅夫 來做一個減傷 隊伍之中還需要一個補師 如此一來,就能夠打過了 在這種主線任務,如果你單靠一個暴力要去解決他,其實很困難 我們也看到在第一、第二關這個怪物打過來 很容易就打到5000甚至6000的一個傷害 所以你沒有辦法承擔太多的傷害,你就會拼命的吃這個復活藥 當然啦,有些朋友如果沒有馬卡羅夫 這個關卡你就必須要找更強的幫手幫你了 好,我們現在畫面中,因為在打前面兩個關卡,我們就只是暫時擺著艾爾沙 稍後就會做一個更換了 目前我們已經把馬卡羅夫放上來了 等一下他就會開一個減傷的技能,這個大家都知道 馬卡羅夫在70級的主線 最後一個關卡表現真的非常出色 不信你把馬卡羅夫換下來 把艾爾沙擺上去 你就會知道差在什麼地方了 另外,我們隊伍裡面有一個叫做迪亞布羅 這個玩家跟狂人說他只有花600塊啊 不過他只花600塊 在這一場戰鬥也打出很高額的傷害 稍後你們也可以在畫面中看到 好 總之我們今天打這一場 就是一個復活藥都沒有吃 就打完了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怪物打得很痛啊 你看6000多6000多 很可怕,非常可怕 這些可怕的怪物就有如吃錯藥一樣 打得有夠痛了 不過在魔導少年這款遊戲 有時候這個配對的組合 還有出手的時機 以及寵物的運用跟復活藥的使用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不要天真的以為 帶著一個傳說寵物 就可以打遍天下了 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好,我們也看到這個迪亞布羅要準備出招了 看看他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6000 哇靠,這個總共加起來 打到2萬多去啊 這傷害還真是有點可怕 如果只花600塊能打那麼高 很可怕 那最後呢 狂人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也沒有馬卡羅夫 還是你主隊也打不過 你一定要跟隊友互相配合 用寵物不斷的復活角色 最終還是可以靠一個人海戰術 戰勝這個主線 很多主線有時候我們打不過啊 你要切換陣型 還有改變方式 這一場啊 狂人也很倒楣 一開始就躺了 躺在地上啊 我也不復活了 然後我就這樣給他繼續打下去 所以呢 真要說 我們還真是只有派3隻角色 就解決 最後一個關卡了 好 剩下的時間 就讓我們看看 接下來的發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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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